前白宫首席策略师史蒂夫·班农 在接受作家沃尔夫采访时 指责川普总统的儿子小塔纳德·川普 在大选期间安排川普竞选团队成员 与俄罗斯官员会面是叛国和不爱国的行为 并表示由特别检察官穆勒领导的涉额调查 正聚焦在洗钱的问题上 班农的言论引起了川普异常激烈的回应 白宫发表声明称班农已经丧失了理智 甚至说班农对于川普的当选和之后的执政 根本无足轻重 川普和班农这对昔日的亲密盟友 何以走到今天近乎决裂的地步 这对美国政坛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今天在节目中我们邀请两位嘉宾 一起来分析这些问题 两位嘉宾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策学教授夏明 一位是共和党亚裔委员会执行主任李中刚 欢迎二位 夏教授我们知道班农很长时间以来 一直是川普总统最坚定的支持者 他甚至说过他要向任何一个 对川普不够忠诚的共和党人开战 那么他为什么要在接受 作家沃尔夫采访的时候 说这些不利于川普总统的话呢 对 我觉得因为川普当上总统以后 和他在竞选期间 当然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因为毕竟川普总统的 他的意思形态的智囊应该是班农 那么但是班农他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的 这么一个意识日程 但是作为川普总统 他是一个比较务实的商人 那么他一旦当家以后 那么不再作为一个挑战体制 因为他本身就是既得体制的一部分以后 那么他跟班农的政见就发生了某些分析 因为毕竟特朗普是在往中边 往更温和的方向在位移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那我觉得他们两个的分歧是必然的 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 就在于穆勒的对川普总统 家族的各种调查 那么这里边你可以看到 作为川普总统 他作为一个经营家族企业的这么一个老板 那么他把家族的利益 那么看的应该是高于 其他的意识形态的利益 但是班农不是这样的 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当这个调查越来越深入 越来越危机到特朗普总统的家族的时候 那么我相信在这个情况下 那么班农跟特朗普又发生一些分歧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最后的决定不可避免 所以您认为班农这次之所以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说了这些对川普总统不满的话 是由于不满川普总统的意识形态 变得更为温和 而且不满川普总统过于的 依赖自己的家人 是这样吗 我觉得这是主要的因素 主要的原因 那么中刚 班农的言论 我们看到是引发了川普总统 异常激烈的回应了 白宫是发表了那份指责班农的声明 让很多人是大跌眼镜 就有人说 在美国的现代史上 几乎没有见过一份总统声明 会以这样的措辞来羞辱一个个人 而这个个人还是前白宫的官员 所以看上去 这几乎就是一封绝交信了 您认为川普总统这次 为什么反应这么大 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觉得这本书 只是一个导火索 如果大家应该是有先兆的 因为如果你看上一次班农 被从白宫解雇之后 班农和另外叫Gokka 是他们几位相对比较偏民粹主义派的 或者说极端民粹主义派的人 他们很激昂说要在白宫之外 来推行川普的agenda 就是川普的思想或者议案 对吧 但是川普总统本人 从不提这个事 从不对此发表任何评论 直到这一次公开的两边决裂 我觉得这是现在的一个 是个政治形式的需要 而不是仅仅一本书的问题 为什么说是政治形式的需要呢 你可以具体的阐述一下吗 因为这个打江山和坐江山 本身就有很大的不同 打江山需要选民 出来选需要热情 而坐江山特别是在民主党 在中期需要反扑的时候 需要共和党的高度的团结 那么对于班农呢 他们这一这个比较就是极端民粹这边呢 就是更热衷于党内要进行比较大的革命 而不去考虑这个整个共和党的布局 像这一次在阿拉巴马的一次遭遇 这个滑铁卢就证明了这样一个 表现了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呢这个班农派和其他的矛盾 日益尖锐如果看其他派别 至起码没有公开的去攻击班农这派 但班农这派是公开的在向其他派别挑战 这点不利于整个川普政府的布局 所以您是认为通过阿拉巴马州这次选战的失败 川普总统意识到班农和他背后的这个极端民粹派的存在 已经成为了在政治运作上的一个绊脚石 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 这个就是一个目的问题 是 那么这一次川普总统选择和班农决裂 是否也意味着川普总统在理念政策 以及像我们刚刚所谈到的这种政治运作上 都将抛弃民粹主义或者说经济民族主义的这一套 而越发的像这个传统的保守派 甚至是共和党温和派靠拢了呢 我不这么认为 如果要是看看川普总统上台以后 比如说他在这个减税 在打击这个健保 欧巴伊健保这些问题上 都是就是和其他的各个方面 应该是照顾到各个方面 这次打击的应该说是民粹派的极端的一些代表 而且这些代表呢 在历史上也能看到 在一次比较大的政治变动之后 有一些派别的代表过于极端了 会遭到一定的清洗 这个也是一种政治史上的一些规律 但是呢 这不是要去打击整个民粹派 而是要让这个派别的领导 更容易在党内进行合作 而且这种合作必是 现在是生死攸关 这种合作是必须的 现在共和党有任何一派不参与 不合作都会导致中期选举的惨败 是 那么夏明教授 您是否同意中刚的这种论述 就是认为川普总统之所以这样做 并不是说在意识形态上 开始抛弃民粹主义这一套 而只是希望更多的党内合作 您同意这样的一种分析吗 对 我同意刚才的 就是关于共和党 现在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如果在中期选举 他们运作不好的话 可能会遭遇非常大的惨败 那么另外的话 川普总统之所以敢这样做 那么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就在于 第一了就是因为有 就是近期的议员的参议院的选举 那么使得就是我们知道 那个莫尔了 那个就是落选了 而这里边是班农在后面 极力的阻止的 而就说作为川普总统来看 他觉得他上了一个当 他觉得他支持了 结果没有获得胜利了 而且把他的很多的形象也都破坏了 那么另外一个因素促成 就是川普总统来做的 我认为一方面是有他的经济 目前在美国的经济的总的来说 是运行非常好 作为川普总统 他当然会在把这个业绩 往他的功劳不上再捞 但是另一方面 我觉得还有他有一个算盘 就像刚才也讲的 打江山跟坐江山是不一样的 那么在打江山的过程中 那么如果川普作为一个 其实是一个实际上的第三党 来挑战这个既得的利益集团 那么他就说把自己 就是作为寄居解释的方式进入到了共和党 然后来挑战整个建制派 那么既然他现在已经做到了白宫了 那么显然这种挑战就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了 但是他有一种自信 就认为在整个意识形态的光谱中 那么班农已经把自己锁定在一个极端的角落里边 那么即使川普总统他自己要打压班农 或者往温和的方向走一点的话 其实对班农来说他也别无退路 他不可能再投靠到民主党的方向去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作为川普总统 他就是有意思的让自己往中线靠拢一点 但这可能也确实如此 并不意味着他要放弃他的整个意识 他过去的意识形态和他的政策的基本的预案 所以说这应该是一种政治力量的重新布局 但并不涉及到意识形态的东西 那么这样的变化会影响到川普总统未来的政策吗 就是说在政策上 他是否更偏向于传统保守或者是温和呢 对 这里边你就可以看到了 就是川普总统 其实他自己没有坚定的 他的意识形态的整个意识日程 那么所以他在各方面的务实的摇摆 那么作为班农的话 他也很清楚 那么他如果掀起底盘 那么掀起就是说整个川普支持者的底盘 他认为可以给川普总统施加更多的压力 那么使得他的许多意见能够得以贯彻 那么或者说在未来的中期选举中 他可以把他的力量激活起来 但是我觉得因为他们两个在大选的时期 就是一种比较方便的一种临时的接火 那么这种婚姻确实是不稳定的 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他们的冲突 最终会带来其实是两败俱伤 那么我认为这种伤害了会伤害到川普总统本身 是 中刚刚下面教授说 很有可能会带来一个两败俱伤的结果 确实在很多人看来 班农一直是民粹主义的棋手 他有他的阵地和他的武器 所以这次和班农反目是否会让川普总统付出什么政治代价呢 这要看后面的一些运作 如果川普总统后面能够继续照顾民粹派的一些诉求 比如说建边境墙 比如说在移民政策上更严厉 当然这里也提到 最近确实是合法移民的有一些限制也开始严厉 这也是共和党各派也都是在严密注视的一个现象 如果他这样做的话 就能够去除这个民粹派的一些极端领导 因为这个班农实在得罪人太多 但是如果他施政实当 仍然能够保证民粹派的基本盘对他的忠心 如果他能做到这点的话 因为通过去除班农能够得到很多其他派别人的拉近和他们的距离 那这样共和党内会更加的团结 如果这样说的话 如果班农不去 共和党几乎是不能团结的 但是班农一去 如果措施适当的话 共和党是可以达到团结的 目前我们看到白宫发表了这样的一篇针对班农的声明之后 我们看到很多班农的传统的盟友 包括他背后的大金主 是现在宣布开始跟他划清了界限 所以很多人也在猜测班农未来的命运 甚至现在有这个消息传出来说 班农一手创办的这个布莱巴特网站 很有可能也会将班农除名 所以你认为班农他的这种 可以说在美国政坛的影响力 是否已经结束了呢 钟刚 几乎可以这样认为 因为班农本人呢 他是靠着川普的movement 就是川普的这个运动上升的 他自己没有政治根基 他的很大的 他的主要政治影响力 是因为支持川普 利用了布莱巴特的这样一个相对非主流的媒体 然后博得了很多眼球和注意力 但是呢 他并不是一个真正在政治运动上 就是自主一派的一面 我相信这个川普总统和川普政府应该看得很清楚 适当的切割 起码到今天为止 不应该看到有什么太大问题 比如说我现在就在参加 在这里就是参加佛罗里达共和党年会 大家在台上底下有一些议论 但台上没有人提这件事情 就说明这件事情 应该说连个很大的波浪都算不上 但是确实是一个党内重整的一个很大的事件 是 中刚刚刚提到了这样一场运动 刚好我也想问夏明教授 当初可以说正是川普跟班农的携手 在美国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期间 可以说是掀起了民族民粹主义的这样的一场浪潮 甚至有人称之为是一场政治运动 那么随着两个人的决裂 是否可以预言这样的一场运动也即将结束了呢 对 我认为是两败俱伤 因为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说 即使对班农进行切割了 那么会带来一个机会 使得共和党能够加强他的外部的团结 但是问题是团结在谁的周围 那么会团结在就是川普的周围吗 因为川普这个事件本身 那么班农跟他的决裂 和班农抛制一些具有爆炸级的一些说法 那么尤其是针对特朗普家族 川普总统家族他的儿子 那么这里边的不爱国的 或者是甚至他说的是一种叛国的这些行为了 那么我觉得其实是在伤害就是 现在我们看正好是一年 那么那个川普总统的整个这个总统任期了 那么已经充满了各种惊险挫折和不确定性 把人们带来一种过山车的一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即使共和党要整合 但是我相信绝对不会是说是团结在那个川普周围 所以我相信就是说川普的话了 他的任期了现在受到很大的挫折 那么如果共和党 那么如果有人要挑战那个川普的话了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中刚对此做何回应 就像夏明教授刚才说的 就算共和党内部团结也未必会团结在川普的周围 你怎么看 对此我跟夏教授有不同的意见 我认为现在在短期内会给川普 特别是他这个他现在这个法律的case会有一些影响 但是如果你看看历史上 我做一个不合适的比例比喻 比如说当年希特勒 我千万不要误解 我不是说把这个这个恶人领袖和川普进行相比喻 是说在这件事件本身 当年清洗了这个宏集一时的冲锋队罗姆之后 才达到了德国军队各界 包括它的基本盘的高度的和谐 虽然最一开始的时候有很多很痛的地方 这里我要特别提一句 极端的民粹主义对华人不利 这个在历史上都有一尽的证明 比如说这个排华法案 就是一个典型的民粹主义的法案 它为了照顾到大多数人的一时的私利短视 来影响少数人的合理权益 所以从华人社区的角度上来说 极端的民粹主义对华人社区的长远利益 应该是不利的 那么下面教授对于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刚刚我们说到可能民粹主义的这样一个浪潮 有可能会随着川普跟班农的决裂走到尽头 那么如果回头来看 从2016年的总统大选到现在 你如何看待这样的一场民粹主义的运动呢 那么这个民粹主义的运动是跟美国 积聚下的这种愤懑是有关系的 那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我们可以跟就是在1991年 那么当时的就是第三党 在Ross Perot下面引起了相比较 那么当然因为就是川普总统 他非常精明 他知道第三党运动在美国没有成功的机会 所以他就把自己嵌入到了共和党内壳里边 来获得了他的胜利 但是我们看到像最近的那个Hatch 那个参议员Hatch 那么在犹他州的是宣布要退休 所以这样的话 人们就在猜测了罗姆尼了 那么可能会利用这个机会了 能够就是竞选参议院 那么可能会那个卷土重来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作为川普总统 他在这个就是整个的表现过程中 那么让美国人呢 其实已经显得有点心惊肉跳 那么如果美国的经济 在那个继续往好的方向走 一方面对川普呢 那么有所就是帮助 但是另一方面呢 人们呢恐怕更担心呢 有一个总统变得如此不可预测的话呢 恐怕很多人的话呢 更想保存他们以获得的东西 或者作为川普的话 他很多的要那个就是去 那个挑动民粹派的许多措施和政策呢 其实他也没办法那个真正的贯彻下去 这样的话呢 他原来的许多这些人 也都会对他不渐的冷却或者失望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共和党本身呢 恐怕会必须的党内 必须要那个思考一个新的一个变革 是 下面教授 你刚刚提到川普总统 可能一上来的时候 所掀起的这场民粹主义的运动 包括他的一些政策和言论 让有些人感到心惊肉跳 所以在这个时候 可能大家需要把更多的信心 寄托在这样的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制度上 我也曾经看到有一些 研究美国政治制度的人士 就在说其实美国从建国的时候就主张最大程度的民主 但同时提防民粹 所以目前看来 下面教授 你觉得民粹主义在美国有能够供旗持久发展的土壤吗 对 刚才我说 他如果作为一个第三党运动的话 他其实就是那个建于他的抗议的票数 但是第三党运动包括川普总统利用的这种不满的情绪 那么用美国一个政治学家 就是Key 那么他的话来说 那么第三党运动其实就像一个蜜蜂 那么他有事 他一旦试了以后 他去刺激这个政治体系以后 这个政治体系会发生一个回馈 那么政治体系会把第三党的那些运动 或者抗议的那些意见或者政策 把它给融入到建制派里面去 那么所以我觉得 其实这个总统大选 或者那个川普总统那个入主白宫 其实就已经把这个信息送到了建制派里面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认为那个民粹主义 其实已经没有存在的太强的这个制度基础 好的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只能谈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夏明教授和李中刚先生 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 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 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